HELLO 大家好,我是Pokemon 各位露寶石 上次講到應該是穿越革命之洞出現了問題 然後有觀眾留言說要在這個研究員中 我都忘記了,他有講到的 檢測到這個什麼...天行焦癌 革命之洞出現了激烈的震動 這個反應跟之前紮惡膊底帶霧水震的時候一樣 我們懷疑剛剛穿過了 我們嘗試將自動攝影機送去另一端 大部分都失去聯繫,但有一台傳送到四處都是強烈船魔的畫面 這種探索方式消耗極大 目前對於究極之洞掌握太少了,只能破費一次 請做好什麼什麼什麼 天行焦癌在哪裡 有些什麼地方 Pokemon 有些什麼地方 這裡還有一個BUT 怎麼突然有個NPC在頭上 發生什麼事 哪裡啊 好,我就上網看了一看地圖 原來就在飛行系道館的右手邊的毒穴道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地方 好,我們先回去 看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什麼焦癌 噴火龍歪石 有火,有火,有火,有火蟲,多特別啊 這裡 如果大家還沒過關可以過來捉蟲 火屬性,OK啊 其實 鴨嘴火龍其實作為火屬性來說都很夠用 火蟲就一般,但魔法法有個厲害的東西 不過內九力低 來,這個應該可以進了吧 大晴天 好,應該是火屬性的區域了吧 需要特殊的精靈 還不是你,你魚龍 不是 方斯莫古吧 究竟空間的通訊 逐漸穩定,可以安全地進入究竟之洞 進去 有這麼多個洞 我們應該去哪個 應該隨便一個都去 咦? 不算米 那算米我們都不要 嘩,那個什麼花 這個好像是極人 那個什麼花 真的嗎? 等於生日或紀念日 日子傳遞感謝的心情造成花束 送出 這個應該要打了吧 我是來自關東地區叫布美 和我拍檔精靈對戰 無緣無故的不是劇情 嘩 這麼差勁 喂? 美綠坦? 但我經常跟我提起你的 看來你都拿到拍檔精靈 看來你的實力很強 不過無論如何 我都不相信 你能夠打贏我的好朋友小驅 他現在正在這個 不知道什麼市場 教的人專用技能 有很多什麼比加超 這麼重要的東西 關你什麼事 開玩笑而已 我在幫大陸博士捉比加超和伊貝 譬如傳送回關東地區 因為究竟自動的原因 風圓地區有著世界各地的精靈出現機率 很多比加超和伊貝 其實這裡都是風圓地區 這裡應該還是風圓地區 我們走 咦? 怎麼出發橙華? 啊? 奇蹟種子 Oh My God OK 即是說我們已經成功傳送到另一個鬼地方 原來是這樣 究竟自動連接到橙華森林裡面 然後我又出來了 所以呢 我就在那邊出來了 OK 所以理論上我應該是走這條路 又或者要先試太線 咦這條路錯了 那就是這裡 我們走這個 最遠的那條 淺灘洞遠 有些伏 有些伏 哦 還伏了 各位 不是這裡 這裡嗎 還是說虧了 咦? 那個爆炸頭 那個小丑 爆炸頭小丑 爆炸頭小丑 砰砰 不知道是什麼小丑 在這裡 石子洞窟 我是小田卿博士的助手 我正在這裡和德文公司研究一下無限能量開發 探測到你有什麼解釋能量 但是太黑了 有興趣可以讓你使用 喂火之細藥 我最後怎麼會教我用那些什麼閃光 什麼叫功之道 喂不行啊 這些新區域我沒有帶閃光 很難玩 好 我們不要沖浪了 反正用它沖浪的機率都好笑 為什麼我一閃光就有地區 我不太明白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練level 還是什麼 手之道 有什麼分別 這裡是一個迷宮 然後我們就要穿過這個迷宮去哪裡 我們原本不是在跟蹤趙博士嗎 不行 一個一個來 這個先 OK 看它的款式應該是 左右都是有一些 攔截著你 然後你就要猜哪條路 那條路才是通往最終道路的那條路 這裡是不是 像是這裡 好 我們是時候要 試用SL大化 永遠遊戲中最強的就是SL 大嘴蛙石 不然進來就這樣拿著迷宮石 不然進來 看來好像是 看來好像進來收拾迷宮石 這裡的話 對了 歐雲懶石 大嘴蛙是攻擊 大嘴蛙是攻擊 然後歐雲懶是防守 那沒有了 這些細藥為什麼有兩個 我想問有 水之細藥 對了 阿B也會用水之細藥 但是 其實我很少會用水之細藥和火之細藥去打 找一次有機會的時候 再用這個組合去打 Pokemon 我也覺得挺有趣 有什麼用 這條路 這條路 這條路是不是 那個格鬥道館那裡 對了 這個格鬥道館的位置 好 我發現這隻蟲好像是捉不到 因為我看他 就算好像現在這樣 只剩一滴血 他也是不會搖 所以我懷疑他應該是捉不到 再丟一下吧 平常來說 三下裡面一定會搖 沒理由低成這樣 除非他又特定要用究極球 即是UB球才可以捉到 我覺得 有他 我們殺了他 OK 那邊來了 鳳凰會過臨到這個塔 更加之外 望到的 我覺得踏上這條修行的路 實在太有意義 這裡是鳳凰塔 挺有趣的 可以回來這些地方 促至這個小鎮的塔 發生火災 不知名的三隻精靈被火焰燒死了 將他們復活的是從天而降的彩虹色精靈 聖陣的人 畏懼這個精靈的力量 使用暴力將其制服 但是那些精靈沒有對人進行反擊 反而因為人類的行為 又下了很深的傷童 自己離開了這片土地 這個就是 自古至今 從古至今 代代相傳的故事 這裏 這裏 但我兩名同胞已經進去了 昨天沒有資格的人 不能進去 即是我是屬於有資格的人 從後門進去 後門仔 有一個CG畫面 好像有一個CG畫面 嗯? Gbq等等 咦? 我們昨天剛才看到你 在後面的鬼鬼祟祟通過 根本你都沒有資格通過 我都證實你的資格來跟我對戰 表情不好 嘩? OK 立即來個 范格拉 接著還有個顏斑 應該死光了 或者死兩隻 死一隻不要緊 顏斑 劍武 OK 上顏斑時間 上顏斑 超多保護 對面超多保護 其實我這麼快升了100 好像不公平 誤誤誤誤會終於你是壞人 來阻止阿金字換鳳王 今天我和克利斯一起過來 見證阿金字換鳳王 即是他另一個拍檔 好像藍色頭髮 自從他挑戰關東之後 全個人都變得更加強大 如果你想挑戰我會為你打氣 因為他會有點太囂張 不是吧 這裡真是有精靈 慢慢撞 為什麼會有那個人 有暈著的 不是我熟識的塔 這個地方也改過來了 不是我熟悉的塔 因為我印象中不是這樣走 廢墟動員 這個地方是這樣嗎 這個 啊 三犬 很漂亮 是否被阿金帶來的透明鈴鐺吸引著 所以三隻燒焦塔的精靈都聚集在這裡 你什麼人啊 為什麼跟著我欺負你 那對我亂來呢 我不是很欺負 小心對你不客氣 直接加速 好厲害 打不死 不要緊 你魚龍上場 龍舞 跳一跳 劍舞咬碎死 暴魯犬 拋布死 拋布再死 再拋布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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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死了 哎呀 你不是對我亂來 看來我誤會了你 不過我也有道理 傳說精靈沒有因為你跟我對戰而離開 或者一種命運在你面前是燒焦塔傳說的精靈 究竟是被阿金召喚還是因為你的出門 我要離開了 基本輸給你就失去神獸的承認 之後拋布再交給你 對呀 這個呢 如果要登上頂樓是會迷路的 那 那 這個 三個都要捉嗎 不是吧 其實我不是太想捉的 這三個 這三個我不太想捉 因為我本身不太想用 如果真的要用都是水軍 不過水軍又做了屬性 應該會搖 應該會搖 是會搖的 那就是可以捉到 OK 靠扔球會不會捉到他呢 那本應該不行 因為他是屬於 剛剛說我未完馬上捉到 不是吧 這個不用看性格 性格和個體性都不用看了 因為我很少會用 就算會用 會用的話 個體性 差也不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 兩個同伴已經歸入我的旗下 你也加入我的大家庭 成為我的雪櫃倉務員 好 完了 都打完了才有這些音樂 這裡的話 是捉那個 鳳凰 不是 那三隻犬 但是鳳凰是哪個位 OK OK 這裡了 我們消化了 SL大法又要登場了 各位 是這裡 有點特殊 這裡 這裡 勝負 怎麼放了一塊東西 這裡了 塔頂 要跟他打 我們先補一補 巴格拉少少血量 來 好 風原的 怎麼會來到這裡 我的塔頂掛了透明的鈴鐺 但是鳳凰都沒有降臨 儘管戰勝了 我的條件都仍然未得到鳳凰的認可 我為了蟹口 我已經到處旅行 打遍兩個地區的導管和聯盟 最終成為了超越冠軍的存在 這麼厲害 你都來了 我們是來找你 看你召喚鳳凰 唉 看來你們還未召喚 我決定出哪個才是這個 鈴鐺塔承認的鳳凰召喚者 不會是吧 沒有幾次見面的時候 還是新手訓練家 雖然你跟我之前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感覺成熟了很多 我們已經幾個月沒有見 但你好像老了幾歲 好 選擇哪個才是合資格的召喚者 好像很激烈 這樣 突然配上了這個 面對強敵的時候的BGM 也就是4天王和Rack的時候的BGM 火暴獸 立即留在Mega 地震 OK Mega的岩斑 OK 地震 哇 真理彈比我更快 這隻不要跟他搏 這隻不要跟他搏不了 岩石打磨 拋寶應該死了 OK 電龍 電龍應該不會夠我敗 而我的拋寶應該可以打死他 打不死 然後分開 地震 這隻是岩石是地震 紅鎚 OK 龍頭地主場收頭 地震 好 搞定 二時 哇 沙塵佈起了 接破來就交給你了 我們後會有期了 啊 走得了 不用放上心 阿金輸了 你們倆使出了全力作戰 我們都見證了 去吧 拉響黃金的透明鈴鐺 召喚鳳凰 你一定可以的 我去追阿金 哎呀 真是假的 我都不能輸給你 總之加入再見 真是荒 永遠只有一個人 我故技 Всё他有玩 這個遊玩 阿金有兩個人向著他 來準備 我們要再召喚這栗塔 我還沒收拾 不怕收拾 淪嬸 來吧,神聖之火,輪槍 我會不會消失? 吃個藥,嘩超痛的,不行啊,很痛啊 吃個藥 OK,頂得住,可以慢慢扔這個高級球 滑回血 太過分了,鳳王 吃不吃搖,吃搖也還有機會 我們用高級球去令他屈服,咬他一下 差一點點,咬他 還咬應該沒死 不要啦,復和 發現了聖灰,又有聖灰這個位置 咦,我們進來是為了捉鳳王 不是吧 我們進來應該是為了,不是追哪個嗎 我們進來不是追那個,咬那個嗎 現在玩玩一下,突然又捉了神獸 欸,防鮮龍 蘇摩烈島? 蘇摩烈島是利基亞的動員 好像...不知道哪個研究人員都說過要去蘇摩烈島 我們怎樣進去 我們怎樣進去 這個動員好像要技能才... 咦,不用了 OK 蘇摩烈島,利基亞的動員 為什麼動員裡面都可以下雨 怎麼做到的 背包滿了 超低的 嘩 背包滿了怎麼辦 那怎麼辦啊 啊,這些丟掉了 想不到啊,背包都會滿 以前那些是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滿 背包超低的 不是這條路 這條路 按住,不要了 心靈香組這些要有 速度增強劑這些沒什麼用 不用了 這裏? 不可以出去的 不看了虎,不像是這個位 這裡啊 潛水球 怎麼又出來呢 看來裡面有個地方可以走進去中間 還是我這裡已經卡死了 好像是,這個位已經卡死了 這裡怎麼可以去其他地方 沒有啊 要出去才行 這裡沒有路走 據我估計這個動員 應該只有一個出口 可以出去 沒有噴霧了 要回去買噴霧 只有一個地方可以通往 找利基亞的位置 如果你走錯了 你就要重新再走 應該是這樣 但是呢 我們就不穩住 當身路有沒有噴霧 所以就很麻煩 我們要回去買噴霧 一來 二來就是等下次 再去 再去找利基亞 究竟這個劇情是不是真的要我 這樣走過去呢 我也不清楚 99支 可不可以買多一點 買走新上的東西 沒有東西的 不,那個東西太多東西 應該是說 這些不知道有什麼用 我們先扔掉它 錢的其實也沒有用 不用用這麼多錢 日之石也沒有用 因為這些可以買 原理粉也沒有用 冰石也買 星星沙也買 驅速裝甲 超夢夢的 好 買黃金夠嗎 可以再買 好 買三百幾個 差不多 應該夠用 然後 全部都買40個 然後 活力水邊買幾十個 OK 好 差不多了 今集時間玩了這麼多 現在劇情應該是要去 捉集合房 但是不知為什麼 變成了捉神獸 然後撞一些神獸 其實也有OK的 但是我不知道 是否在前往正確的主線劇情 不太清楚 好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集再見各位 拜拜 拜拜